Hello 大家好 我是Cynthia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場景有點不太一樣 沒有錯 因為我現在也不在家 大家可以猜一下我現在人在哪裡 大家已經知道我們今天要來做一個 Get ready with me 我雖然不是一個美妝的頻道 但是我自己平常是很喜歡看別人拍類似的主題 然後也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個日常妝容 跟大家講這不會是一個教學影片 因為我很有自知之明 我知道我不是專業 然後 對 好的 首先呢 我要先把頭髮給弄起來 自從我燙了頭髮之後 養成習慣會先用髮卷 因為我發現它第一 它真的很方便 然後第二 如果不用的話 它真的會蠻可怕的 好的 那就開始妝前保養 首先我會先用那個Cheer式的這個金盞花化妝水 不管是冬天還是夏天 我覺得都很適合 這次呢 算是有點在出差 之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相關的事情好了 保濕的話 我也是用Cheer式的這個 冰河糖蛋白無油清爽凝凝 接下來就是防曬 你可以都不要化妝或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防曬還是很重要 我用的是這個 Bier 不 差人家講Bier全 我用的是這個 BIO類的含水防曬保濕水凝乳 它擦起來真的很輕 就是不會有那種 很多防曬乳會比較厚一點 然後會 怎麼說 這個比較偏水狀 就是你推開之後 它會很快的就融入你的皮膚這樣 好 防曬擦完之後 我們就直接來上底妝 今天底妝我用的是 MAYBELLINE的FIT ME MAD AND POIRLESS 然後我的顏色是 125 NUDE BEIGE 我從大學的時候就開始在用 然後它的顏色很多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應該都 屬於自己的顏色這樣 然後就把它直接點到臉上 我覺得它上上去過一下下 大概幾分鐘它會 就是有點絲絨感 我之後就會用手指稍微沾一點點 然後點在我覺得 需要的地方 例如 很多 我最近睡得很不夠 所以黑眼圈超重 而且我現在聲音一定很搞笑 因為我現在剛起床沒多久 所以我今天講話有沒有很美妝YouTuber 其實我以前真的想當美妝YouTuber 但是發現 嗯好像沒有這個能耐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要定妝 那我定妝呢 最喜歡用的還是這個 Laura Mercier的蜜粉 我之前那個剛好就在我來 出差之前就用完了 對 稍微點一點點 OMG太多了啦 我通常會先重點蓋在眼下 就是我剛有上遮瑕的地方 接下來我要來畫眉毛 我的眉筆一樣用的是這個 Excel的三用眉筆 畫的方式呢 很簡單 稍微補一下眉頭這個地方 淺淺的 不能深深的 不然很像蜜筆小細 然後稍微 嗯 對 你知道要怎麼畫眉毛吧 我自己是沒有什麼技巧 因為我眉毛每天又長得不一樣 browse our sisters not twits 你不一定要把它畫得一模一樣 因為就是不可能的 大家都知道吧 嗯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開始畫眼妝 好 稍微拉緊 喔 好近喔 今天這個不是教學喔大家 因為我非常不專業 大家可以發現我的手法很拙劣 講解完畢 首先應該會想要先用淺一點的金色 擦在臉上 那因為我是內霜 所以我會喜歡把我的底色再往上面一疊疊 用這個很美麗的橘金色 那 我超愛這個顏色 它的顏色是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橘金色 然後 找不到鏡子 再來我會把紅棕色的部分 上在眼尾的地方 用一隻乾淨的手 把它抹開 因為我的刷子不知道跑哪去了 稍微把邊邊給暈開 那我的眼線也很簡單 我就是在眼尾的部分 好 稍微延長一點點 不會太誇張 如果我畫到整個的話 眼睛看起來就會變成這樣 唉唷 開錯邊了 再來就是睫毛膏啦 我用的是E2House的Crow Fix 這個就是上次令你推薦喔 送我的禮物 超好用 不怎麼會暈染 然後 很持久 大概這樣 這樣可以 我的眼妝畫完之後 臉上其他地方也是需要修飾一下嘛 修個容好了 因為 我的臉其實可以看起來非常的圓 如果單用它這個修容的顏色 在我臉上看起來會很像泥土 所以我通常會是沾這個之後加一點點這個 然後 有沒有感覺 blush的話 如果我今天的妝感比較重的話會加這個 如果比較日常的話就是加這個 然後再來我要用這個 The Balm的Merry Luminizer 它是一個比較偏香檳色的顏色 然後 有嗎 啊 隨便了 有就沒有就沒有 好的 我想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是這個 魅點的唇膏 然後它是 RD02的色號 這個唇膏擦起來有一點就是橘紅色 我真的超級喜歡 看起來會 讓你的妝感看起來蠻高貴的 然後前兩天呢 Agnes有送我一個OPRA的唇膏 然後它的色號呢 是5號 好像叫CORAL吧 比較這樣 淡淡的 珊瑚粉 對 它不是一個遮蓋力很強的產品 但我覺得 看起來有氣色就可以了 好 那我現在妝就完成了 然後我現在要來祈求 我的頭髮 今天起來的時候 它整個是爆炸了一個狀態 還好還好還好 然後首先呢 我會先用這個摩洛哥髮油 先向在我的髮尾 然後呢 就這樣 抓 抓 我也不知道這樣是不是對的啦 但我都是這樣整理 在Stale Nanda買的 我就是喜歡這種 Oversize的感覺 然後 褲子呢 這個好像是Bershka的 是不是一個很隨便的OOTD 希望你們也不要覺得太無聊 那如果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thumbs up 然後呢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另外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其實就不定期會自己也修一下眉毛 就是大概我覺得整個 喔我要打本地了 為什麼別人呢 Get ready with me都會很美 不知道我在幹嘛 那麼 我 我 不過呢還是希望 那 順便 所以如果你感覺我感覺 請你感覺 請